我覺得所謂的台灣精神就是刻苦耐勞 不怕 艱苦 然後勇敢打拚 就是以人為善的一種台灣精神 我會介紹自己是來自台灣 現在居住在巴拉圭的一個東方寺 是世界台灣三會聯合總會的一個成員 巴拉圭是在南美洲的一個內陸國家 是等於是南美洲的一個心臟 因為它沒有港口 那國家也不大 但是我們很感謝它就一直在邦交上 一直支持我們中華民國 南美洲對於外來的這些民主都很和尚的 尤其是說我們在巴拉圭當地的財商 他們對我們很有好感 因為我們在當地經商 我們開店都會提供就業的機會 回饋當地的社會 平常我們經常辦一些社會的公益活動 甚至就是說我們也贈送機車給政府 來維護這個治安 結果每一次當然每個國家都會有時候會有暴動 可是每當這個暴動的時候這些主教都會出來呼籲來保護台商 不要傷護台商 不要搶奪台商 這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一個安定的心理 其實喬爾會對於海外的僑胞或是僑商 其實做出很多的事情只是國內人比較不了解 我們說真的 我們的政府不管外交不管僑胞 他們已經花很多的薪資在協助我們 就像我們剛剛講過 他們在國內也成立很多的學習的班 比如說什麼咖啡超話班 都想盡辦法把國內的優勢 他們就會傳授給海外的台商 那我個人感覺就是台商自己要把握這個機會自己去學習 那當然最重要我覺得說政府跟僑委會 應該就是說看有沒有機會統合一下 把大家的這種各自的力量集合成 眾人的力量 這樣子我相信會比較有一點效果 其實還有 1968 games 這個時間期間 每天都有彩虛 pulse 這個時間歷充 如果你這個總統